对于中共主长港澳的人选 外界曾有多种猜测 但据港媒日前爆出的消息 中共排名最末的政治局常委韩正 接掌了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港媒香港01 4月11日消息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会议 这是该小组在中共养会后首次会议 韩正现身并主持了会议 其组长身份变相获得确认 实际上 中共养会后已有韩正主长港澳的迹象 据星岛日报3月底消息 中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负责推动当局的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报道还说 韩正同时是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极有可能已主管港澳事务 在此之前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建平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北京为港澳量身定做的战略规划 可能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人负责推动该规划 星岛日报报道称 韩正长期主政上海 也熟悉港澳和经济事务 北京认为大湾区规划涉及国务院众多部门 以及粤港澳三地 需要一位政治局常委统筹推动 而韩正是合适人选 而香港01评论称 前几任组长主管港澳都是侧重政治导向 而韩正则是管实务性的具体操作层面 北京当局安排韩正值长港澳 就是变相训告香港要注重经济民生 香港是中共权贵利益集中之地 自曾庆红当年主长港澳之后 香港多年来都有江派掌控 一直在给习近平搅局 这次韩正出掌港澳事务 亦反映出有关中南海权力分配的一些敏感信息 自江派张德江卸任港澳小组组长后 外界就一度认为栗战朱将接替张德江 帮习近平夺取香港主导权 不过 王岐山复出后 有猜测认为他也有可能接管港澳事务 今年两会上 出席港澳组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一场 外界亦曾猜测赵乐际或王沪宁 可能是港澳小组组长人选 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论坛上承诺削减中国汽车关税 改善知识产权保护 旨在缓解美中贸易紧张气氛 CBS报道说 习近平承诺推进某些领域的开放 包括开放银行业 提高进口 但是没有回应跟华盛顿关键的摩擦点 比如中共强迫美国公司跟本土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 习近平说北京今年将减助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放松汽车行业外国股权限制 私人企业分析家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是一个转折 将帮助结束二战以来最大的贸易纠纷 3月23日 川普威胁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以惩罚中共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行为 中共随后宣布进行报复 对5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税 川普随后宣布 考虑将对华关税增加两倍 在博鳌论坛上 习近平也承诺鼓励正常的技术交流 保护外国企业合法的股权权利 金融数据提供商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瓦斯说 这样的承诺可能对缓解目前的局势有帮助 习主席的讲话可能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启动美中在世贸组织的对话 达成知识产权协议 解决美国的担忧 此次纠纷可能以中共的妥协而邪述 麦格里集团中国经济主管胡伟俊在报告中说 中共官员否认外国公司被强迫转让技术 但是企业团体说 合资企业和许可证的规定使得这种情况无法避免 美国上个月向世贸组织投诉 指控中共违反市场开放承诺 强加不公平的合同条款 允许中国公司使用外国技术 外国公司抱怨 中共政府主导了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包括机器人 电动汽车和治疗行业 不让外企怕阻 也便让中国公司成为全球竞争者 习近平的讲话没有谈到如何改变这些状况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帕克欢迎习近平的宣布 但是表示希望采取更多步骤 比如结束合资企业要求 帕克告诉CBS 最终 美国工业界盼望中国实施停滞已久的经济改革 但是中共迄今的行动大大削弱了美国商界的乐观情绪 习近平再次承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行业 但是没有给出更多细节 中共监管机构在去年11月份 也就是川普结束访华之后 宣布了这个异象 但是商业团体说 新的竞争者打入由国家主导的中国金融行业很难 而且中共可能实施限制 令外企很难盈利 时代报道说 习近平做出的贸易妥协是一个积极进展 但是这些措施将如何实施 是否实施 仍然有待观察 中共多年来承诺允许美国信用卡进入中国 但是至今没有兑现 世界政策研究所专家诺特说 从中共历史上来看 宣布的和实际执行的总是有差别 为了惩罚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 川普政府拟对中共科技领域商品加征关税 日前 川普政府又祭出贸易重拳 首次曝光中共网络间谍头目刘小北 他被指 操控寻方网络间谍机构 攻击美国公司网络 盗窃重要信息 损坏美国利益 华盛顿时报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近日公开一份有关中共不公平贸易的调查报告 首次披露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网络间谍机构和新人物 中共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刘小北 报道称 这份报告是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国科技产品征收关税 以及遏制中起在美国投资的依据 公开资料显示 62岁的刘小北来自湖北省洪湾县 是中共军方少将 前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 第三部目前是中共战略支援部队的核心单位 该部队的主要部分叫做网络系统部 网络系统部也吸收了被称为是311基地的中共军心理战单位 进行信息战 包括虚假信息宣传 华盛顿时报说 据信 网络系统部仅在总部北京海电区 就雇佣了10万名黑客 语言专家和分析家 其分支单位位于上海 青岛 三亚 成都和广州 前五角大楼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斯塔克 在2015年就确认刘小北是第三部的投资 刘小北在2013年一个政治宣传片中说 美国是中共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 因为其是网绩网络的发源地 控制的核心资源 据美国调查报告披露 刘小北曾指示第三部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为中共国有企业提供竞争性情报 报告举例说 第三部曾帮助中共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多次攻击几家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网络 盗窃重要信息 导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谈判中获利 并获取相关领域的重要商业资讯 报告指出 这些例子证实中共利用军方网络间谍 在推动中共国企利益的同时 损害外国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利益 华盛顿时报指出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披露中共高级军事骇客 这表明 刘很可能会面临美国的制裁 在四年前 美国政府已起诉五名中共军方黑客 他们隶属于总部设于上海的61398部队 美国情报机构多年前就曾披露 中共的网络战部队对美国的政府 军事、私营部门进行了十多年的网络攻击和数据盗窃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公开文件披露 第三部的技术部是中共政府最具攻击性的网络盗窃机构之一 其下管制19个已经证实和9个可能的网络间谍单位 中共的另一个主要网络间谍组织是中共国家安全部 其操作6个已知和22个可疑的网络间谍单位 另一份被泄露的文件披露了中共军事网络盗窃 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 在一份名为中共窃取敏感军事技术的文件中 列出了雷达设计 包括模组的数量和类型 详细的喷气发动机原理图 例如冷却气体的方法及其他飞机部件所涉及的科技技术信息被大量盗窃 在中共网络盗窃行动中 2013年记录了超过3万起事件 其中500起事件是对五角大楼计算机系统进行重大入侵 有超过1600个网络计算机被入侵 危及到60万个用户账号 美国损失1亿美元来重建网络 日前 川普政府拟对价值6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 川普总统表示 这是为了惩罚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行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 中国制造2025年的十大关键领域 将被列为征税的重点对象 据了解 中共2015年提出的2025年方案列出了未来10年10个重点发展领域 包括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包括5G技术 高档数空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产品 美国方面认为 中共这些发展领域正是美国防止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的重点领域 中共正在使网络攻击作为支持科技发展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博豪论坛上讲话后 美国总统川普推文回应 外界认为中美双方对外释放贸易冲突降温信号 有专家指 未来双方可能需要更多谈判 周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豪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 提出中国未来的四点开放举措 包括市场准入 扩大进口 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环境 美国总统川普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发推文表示 非常感谢习主席在关税和汽车并垒方面的客气化 以及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启示 我们将共同取得重大进展 在近40分钟的讲话中 习近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与中美贸易间的摩擦 但他表示 中国要增加进口 加强保护知识产权 为外国投资提供一个更加透明 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习近平说 我们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 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周二下午表示 习近平的讲话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个很好信号 但我们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 法国新业银行的全球宏观战略师杰克斯认为 中美贸易战没有任何提升 这是股市反弹的关键 周二 美国三大股指高开 标普500指数高开32.99点 涨幅1.26% 报2646.15点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63.11点 涨幅1.51% 报24342.2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高开108.73点 涨幅1.56% 报71059.08点 到下午2点 道指涨幅收窄至不到400点 澳新银行中国市场经济师曲大卫表示 演讲不会产生直接效应 但可能有助于给贸易战将军 他认为 市场表现乐观 是因为希望通过看到中美谈判解决贸易冲突 新加坡SEV亚洲战略负责人恒衍表示 降低关税的提罚与这几州中美提高关税的趋势截然相反 他尤其指出 之前传中共想让人民币贬值 作为对付中美贸易冲突的武器 引起的市场消遇消失 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中共并不想抗跌 人民币汇率略微走强 中共目前无意削弱人民币汇率加剧贸易紧张局势 不过部分市场人士更是谨慎态度 指中方列出的许多措施都是以前以某种形式提出的 摩根大通全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表示 不代表中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美中贸易冲突可能需要更多谈判 时事评论员恒和表示 可能现在的承诺都没有超出中共加入市贸时的承诺 现在不是个承诺的问题 而是应该兑现的问题 他认为 美国可能不会轻易让步 因为曾经听过类似的许诺 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论坛上 承诺削减中国汽车关税 改善知识产权保护 旨在缓解美中贸易紧张气氛 CBS报道说 习近平承诺推进某些领域的开放 包括开放银行业 提高进口 但是没有回应跟华盛顿关键的摩擦点 比如中共强迫美国公司跟本土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 习近平说北京今年将减助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放松汽车行业外国股权限制 私人企业分析家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是一个转折 将帮助结束二战以来最大的贸易纠纷 3月23日 川普威胁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以惩罚中共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行为 中共随后宣布进行报复对5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税 川普随后宣布 也让中国公司成为全球竞争者 习近平的讲话没有谈到如何改变这些状况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帕克欢迎习近平的宣布 但是表示希望采取更多步骤 比如结束合资企业要求 帕克告诉CBS 最终美国工业界盼望中国实施停滞已久的经济改革 但是中共迄今的行动大大削弱了美国商界的乐观情绪 习近平再次承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行业 但是没有给出更多细节 中共监管机构在去年11月份 也就是川普结束访华之后 宣布了这个异象 但是商业团体说 新的竞争者打入由国家主导的中国金融行业很难 而且中共可能实施限制 令外企很难盈利 时代报道说 习近平做出的贸易妥协是一个积极进展 但是这些措施将如何实施 是否实施 仍然有待观察 中共多年来承诺允许美国下海 也熟悉港澳和经济事务 北京认为大湾区规划涉及国务院众多部门 以及越港澳三地 需要一位政治局常委统筹推动 而韩正是合适人选 而香港01评论称 前几任组长主管港澳都是侧重政治导向 而韩正则是管实务性的具体操作层面 北京当局安排韩正值长港澳 就是变相讯告香港要注重经济民生 香港是中共权贵利益集中之地 自曾庆红当年主长港澳之后 香港多年来都有江派掌控 一直在给习近平搅局 这次韩正出长港澳事务 亦反映出有关中南海权力分配的一些敏感信息 自江派张德江卸任港澳小组组长后 外界就一度认为栗战朱将接替张德江 帮习近平夺取香港主导权 不过 王岐山复出后 有猜测认为他也有可能接管港澳事务 今年两会上 出席港澳组会的政治局常委 明考虑将对华关税增加两倍 在博敖论坛上 习近平也承诺鼓励正常的技术交流 保护外国企业合法的股权权利 金融数据提供商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比瓦斯说 这样的承诺可能对缓解目前的局势有帮助 习主席的讲话可能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启动美中在世贸组织的对话 达成知识产权协议 解决美国的担忧 此次纠纷可能以中共的妥协而协述 麦格里集团中国经济主管 胡伟俊在报告中说 中共官员否认外国公司被强迫转让技术 但是企业团体说 合资企业和许可证的规定 使得这种情况无法避免 美国上个月向世贸组织投诉 指控中共违反市场开放承诺 强加不公平的合同条款 允许中国公司使用外国技术 外国公司抱怨 中共政府主导了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包括机器人 电动汽车和治疗行业 不让外企怕足 也对于中共主掌港澳的人选 外界曾有多种猜测 但据港媒日前爆出的消息 中共排名最末的政治局常委韩正 接掌了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港媒香港014月11日消息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会议 这是该小组在中共两会后首次会议 韩正现身并主持了会议 其组长身份变相获得确认 实际上 中共两会后已有韩正组长港澳的迹象 据星岛日报3月底消息 中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负责推动当局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报道还说 韩正同时是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极有可能已主管港澳事务 在此之前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建平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北京为港澳量身定做的战略规划 可能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的人负责推动该规划 星岛日报报道称 韩正长期主政上